今天要给大家解读的是欧野尼格朗台 作者为19世纪法国著名批评家巴尔扎克 他还被誉为现代法国小说的鼻祖 巴尔扎克曾说过 我将努力创造整个法国社会 我用笔完成了拿破仑未完成的事业 巴尔扎克的父亲是个银行家 作为家中长子 父母自然对他寄予厚望 家人给他选了一份受人尊敬的法律职业 上大学时为了让他更快地熟悉 父母安排他在律师事务所和公正处实习 这些年的实习生涯 让巴尔扎克透过法律的窗户 看到了人性的阴暗面 被金钱与欲望所吸引 为以后的创作积累了大量素材 后来巴尔扎克拒绝了他的家庭安排 决定从事文学创作 自1830年起 他一直在孜孜不倦地工作 十多年来 他创作了91部小说 创作了2472个人物 这91部小说合称为人间喜剧 人间喜剧分为民俗研究 哲学研究和分析研究三大部分 这是巴尔扎克文学生涯的最高成就 共24卷 堪称巴黎上层社会和法国社会的真实写照 堪称资本主义社会的百科全书 巴尔扎克在 人间喜剧 序言中对其创作思想进行了系统的阐释 他认为人类和动物世界都遵循着适应环境生存的普遍规律 将人类视为完美的万物之灵是荒谬的 他认为人类既不是好的 也不是坏的 他既具有某些本能 又具有若干才干 他要做的 就是把社会的一切善恶原貌 原封不动地复制出来 1833年出版的 欧野尼格朗台 充分体现了巴尔扎克的创作思想 虽然这是一部早期的作品 但巴尔扎克认为这是我最好的作品之一 欧野尼格朗台属于人间喜剧民俗研究板块 小说一开篇 便以全景式的宏观描写 把读者引向巴黎附近的索墨城 绕过小商贩 穿过索墨城的大街 作者的文字就像是镜头一样 从远景变成了特写 最后 他们的目光落在了一座阴森 阴森寂静的宅子上 为了使读者对这座宅邸在索墨城的地位 有一个更清晰的认识 作者不遗余力地向读者介绍了 宅院主人格朗台的身世背景 格朗台最初靠坐酒桶起家 后来娶了一位有钱的木板商人之女为妻 用自己的积蓄和妻子的嫁妆 买了几块葡萄园 经营葡萄酒生意 之后 又阴差阳错地当上了市长 之后接二连三地继承遗产 不但成为了新的贵族 还成为了县里纳税最多的人 在他的努力下 格朗台积累了索墨城居民难以想象的财富 为了使读者更好地理解 格朗台对金钱的渴求 以及由欲望而生的智慧 巴尔扎克运用了多种修辞手法 就拿格朗台先生来说 这是一个很有名的比喻 他是一只老虎 一条蟒蛇 他躺在床上看了半天 然后躺在床上 张开血盆大口 往里面倒了一堆金银 然后安安宁宁去睡觉了 就好像一条吃饱喝足的蛇 沉着冷静 一切都在有条不紊地进行着 格朗台虽然是索墨城最富有的人 但他的妻子 唯一的女儿欧也妮和唯一的女仆 拿农却过着简朴的生活 他们住在一间阴森破旧 年久失修的房子里 为了节省柴火 冬天绝对不能生火 除非天气冷得受不了 这对母女每天像女工一样辛苦的工作 因为她们要洗全家人的衣服 甚至连面包都是格朗台先生 亲自过棒分发的 一丝一毫也不浪费 尽管作者竭力以冷静而克制的比调 向我们描绘一幅平静有序 周而复始的生活图景 着重强调了格朗台一家 和谐安宁的生活 但是 格朗台显赫的绅士和富有的财富 却和他们的节俭生活 形成了强烈的反差 尽管格朗台先生的府邸 因冷破旧 但是在索莫城 有资格拜访的只有两家 一家是公正元克罗旭夫妇 他们的侄子 当地的法官彭峰先生 另一家 则是格朗台金融方面的合伙人 也就是当地最富有的 银行家台格拉桑及其妻儿 格朗台在40岁的时候就结婚了 只有一个女儿欧也尼 因为她是格朗台那 无数财产的唯一继承人 所以他们两家 都想把欧也尼 嫁给他们的侄子或者儿子 欧也尼23岁生日那天 争夺女继承人之战达到高潮 格朗台连女儿的生日 都舍不得多点一支蜡烛 所以欧也尼从小到大 都没有享受过锦衣玉食的生活 每年生日 她收到的礼物都是一样的 一个是爸爸送给她的金币 一个是妈妈送给她的衣服 欧也尼每年的收入 大概在五六百法郎左右 即使这样 格朗台也要不时盘问 在她看来 那只不过是把钱换到了另一个口袋 女儿不能擅自把钱花出去 格朗台一家刚刚吃完晚饭 欧也尼的生日 那天晚上 克罗旭带着侄子彭峰来了 欧也尼送来的是 索莫城罕见的一束鲜花 随后赶来的台格拉桑一家 为了使欧也尼高兴 便叫儿子献上一只针线匣子 匣子上 像有欧也尼的首字母 虽然看起来很精致 但都是骗人的 不过 这已经是欧也尼这些年 见过的最珍贵的东西了 巴尔扎克不动声色地捕捉到了 欧也尼第一眼 看到这份礼物时的喜悦和激动 她写道 欧也尼打开盒子 一股意外的喜悦涌上心头 那是一种快乐 使所有的姑娘们都激动得浑身发抖 她看了看父亲 好像在问她是否接受 聊聊几笔 把欧也尼做一个普通少女 对于物质生活和美好事物的渴求 表现得淋漓尽致 又写道她长期 生活在父权主义的高压之下的扭曲与压抑 妇女之间的关系 就像是一根被压扁了的弹簧 哪怕只是一丁点的机会 都有可能引起欧也尼的反弹 正当两对人马为欧也尼的芳心 而争得头破血流的时候 欧也尼二十三岁生日那天晚上的排局 被一声粗暴的敲门声打断了 格朗台一家平静的生活也被打乱了 近来的是个英俊的小伙子 二十二岁 名叫查理·格朗台 是欧也尼的堂弟 她和格朗台家那些衣衫蓝绿 邋遢的乡下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巴尔扎克向我们展示了查理华丽的服装 他穿着一件短小的旅行外套 里面是一件高领的羊毛背心 里面是一件白色的背心 金雕细琢的金饼 不会夺走灰手套的光泽 查理从巴黎回来 本以为会在索莫首富的舅舅家里 碰见成百上千的客人 他戴着所有漂亮的衣服和精美的配饰 因此 你可以想象查理在发现 格朗台家如此破败和寒酸时 会有怎样的反应 他一遍又一遍地问仆人 拿农 这真是格朗台先生的家吗 在索莫市当过掌巴黎格朗先生的哥哥吗 对于这个漂亮的表弟 欧耶尼充满了好奇和新奇 第二天醒来的时候 这种感觉更加清晰了 那是一种从未有过的爱情 一向以批判现实主义 文明于世的巴尔扎克 在描写初恋的甜蜜时 几乎和所有浪漫主义 作家一样充满了感情 他写道 少女们纯真单调的生活一定会有一段美好的时光 阳光照进了他们的心田 花儿向他们说话 心跳把热烈的生命传给了头脑 把思想变成了一种渺茫的欲望 第二天 欧耶尼第一次见到查理 这是他有生以来第一次希望自己看起来漂亮 第一次懂得了裁剪和裁剪的乐趣 这种懵懂的爱情激发了欧耶尼内心的激情 给他点勇气 欧耶尼千方百计地使查理的房间舒适 不断打破守财奴父亲的生活准则 尽可能多地招待查理 当他得知查理的父亲因为破产而自杀之后 更是从心底里为查理感到悲哀 为那位素未谋面的叔叔祈祷 在对待查理的态度上 欧耶尼和母亲体现了传统的温情价值观 他们渴望彼此相爱 渴望亲人间的温暖 因为欧耶尼母女在过去的二十多年里 几乎和格朗台的世界格格不入 他们并不关心格朗台拥有多少财产 每天忙些什么 这两个人形成了一个小小的世界 温暖又满足 但就是因为查理的到来 这个以女性为中心的 温情世界和老格朗台冰冷的金钱世界 发生了激烈的冲突 对于自己弟弟的死 格朗台表现得很冷淡 当查理把他父亲去世的消息告诉他时 格朗台一点也不难过 不过 当他得知查理一分钱都没有的时候 他就有些同情他了 对于格朗台来说 你父亲的死并不算什么 因为父亲总是比孩子先死 但是你一无所有 这句话包含了世上所有的苦难 当查理为他父亲的死而痛哭流涕的时候 格朗台说了一句特别经典的话 这孩子没出血 把死人看得比钱还重 格朗台还想把侄子送到印度去做生意 这样既能还清债务 又能避免侄子给予他的财产 相比之下 欧野妮为了给自己心爱的堂弟 争取一个光明的前程 不但说服了他的父亲 给了查理一百法郎的路费 更是把二十年来积攒下来的 所有金币都给了查理 欧野妮的一往情深 深深打动了初出茅庐的查理 为了表达他的感情 查理把一只镶着黄金的方盒 送给了欧野妮 作为他的定情信物 他由衷地叹了口气 纯洁的天使 钱从来都不重要 只有感情才是最重要的 从今往后 感情才是最重要的 于是查理满怀希望与爱 远走高飞 寻找更多财富 可是 欧野妮却只能留在家里 忍受着相思之痛和家庭之苦 查理绝对想象不出格朗台 在得知女儿 把全部财产都给了别人之后 会多么生气 他对着自己的女儿破口大骂 你这个该死的女人 你这个毒蛇 而当他无意中发现 查理送给欧野妮的 那个金匣子时 立刻又换上了 一副谄媚的模样 这可是两斤重的黄金 查理用他换了一块 漂亮的金币 这是一笔划算的买卖吗 小乖乖 我知道你是我女儿 接着 格朗台猛扑过去 拿起一把尖刀 想把金子从盒子里拔出来 欧野妮为了保护自己心中神圣的信物 情急之下 用匕首刺向自己的胸口 用自杀来威胁父亲 此时 这个金匣子 对妇女的意义就不一样了 在欧野妮看来 盒子就是一种情意 一种信誉 一种人生意义 但对老格朗台来说 这只是一笔不菲的买卖 一番激烈的碰撞之后 欧野妮虽然保住了爱情信物 但也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母亲死于惊吓 欧野妮失去了这世上仅有的温暖陪伴 但是 老格朗台的妻子的死 并没有影响到她 现在最重要的 就是逼迫女儿放弃母亲的遗产 欧野妮悲痛欲绝 早已心灰意冷 听命于父亲 但就连一向与格朗台狼狈为奸的公正员克罗旭 也看不下去了 她好心提醒了一下欧野妮 小姐 我有责任告诉你 你现在什么都没有了 但是 欧野妮这个重感情的人 在金钱的逼迫和压迫下 展现出了她高贵的尊严 她轻描淡写地回答 那又如何 老格朗台继承了妻子 所有的财产 但无论她拥有多少财富 格朗台的衰老都无济于事 不久 老格朗台就死了 经过公正员的清点 欧野妮 继承了大约1700万法郎的财产 然而 金钱并不能安慰欧野妮寂寞的心 此时此刻 她最关心的就是堂弟的下落 当所莫成的居民们 还在猜测着 这位财大气粗的女继承人 究竟会给自己找一个什么样的夫婿时 欧野妮的心却开始纠紧了 在她看来 财富既非权利 亦非未解 欧野妮等了七年 终于等到了一封无情的信 查理在信中对欧野妮说 她即将娶一位出身显赫的贵族小姐 她像商人一样精明地盘 算着这桩婚事 会给她带来什么信息 头衔 职位和地位 为了这些 她决定放弃年轻时的爱情 最使欧野妮伤心的是 查理在信中 附上了一张会票 还清了她违抗命令 给她的六千法郎 仿佛她和欧野妮之间的一切 都是一种自愿的交易 最后 查理请欧野妮 把金匣子还回来 请她带一车回去 欧野妮喃喃自语着 读着信上冰冷的字迹 为了她 我拼了命 把东西都带了回来 事实上 查理不但狠心抛弃了 等待了七年的欧野妮格朗台 还拒绝偿还父亲的债务 她一门心思 都在讨好贵族小姐 妄想拿到贵族头衔之后 就能摆脱父亲的信誓 过去 债务 回到巴黎之后 查理再也不是那个 单纯可爱的少年了 她和老格朗台一样 是个冷酷无情的吝啬鬼 得知查理的真实情况之后 欧野妮彻底的绝望了 她嫁给了彭峰先生 因为她的财产忠心耿耿 她拜托彭峰 把大伯生前欠下的债 全部还清 然而讽刺的是 查理并没有因为 欧野妮的慷慨而感到内疚 也没有因为 表姐对她的爱而感动 唯一令查理感动和遗憾的是 她错过了 拥有这么一大笔财产的机会 查理很快就与梦想中的 殷亲攀上了关系 但欧野妮却孤独而痛苦 不久 欧野妮名义上的丈夫病逝了 虽然她一年 挣八十万法郎 但她的生活 还是跟她父亲在一起时一样 除非有一天 她父亲允许在堂屋里生活 否则 她的卧室是不会生活的 熄火的那一天 和她年轻时一样 她的衣着永远都是母亲的模样 巴尔扎克以一种克制和悲哀的语调 对欧野妮的一生做了总结 这所房子既没有阳光 也没有暖气 总是阴森森的 这间凄凉的屋子 就是她一生的缩影 这恰恰是欧野妮被金钱支配的人生悲剧 好吧 欧野妮格朗台的故事已经讲完了 为什么这本书还能经久不衰呢 这是一部将金钱异化人性的经典作品 所谓异化 就是指人本来应该是钱的主人 但是在小说中 钱变成了主人 老格朗台的吝啬来自于对金钱的占有欲 他常常半夜把自己关在密室里 把玩 欣赏他的金币 格朗台听说欧野妮 把所有的金币都给了查理 便把自己的女儿软禁了起来 这里没有火 只有面包和水 几十年来 被他百亿百顺的妻子病倒了 但格朗台首先想到的不是治病 而是要花多少钱 贪婪与吝啬是一个硬币的两面性 尽管拥有无数财富 却总想拥有更多 格朗台为了让欧野妮放弃母亲的遗产 不惜第三下四的讨好女儿 甚至还故意抖个不停 博取女儿的同情 直到生命的尽头 钱才是最重要的 他坐在密室前 对女儿下达了最后的命令 看着金子 把他放在我面前 欧野妮把金币铺在桌子上 一连几个钟头都盯着他看 有时他会勉强地笑一笑 说这是好事 使我感到温暖 那表情就像是进入了天堂一般 类似的形象在中国文学史上也有 如林外史上说 严建生之所以在临死前坚持 就是因为这盏灯里有两根灯草 这些看似夸张的情节 其实都是真实发生过的 作家只是通过艺术加工 把他们聚焦在一个人身上 除了老格朗台 女主人公欧野妮也被金钱异化了 但是她却成了最无辜的牺牲品 从小到大 除了母亲和拿农 她从来没有被当成过真正的人 在别人眼里 她总是被物化 抽象化 象征性化 小的时候 父亲把她当作储钱贯 长大以后 父亲把她当作通过联姻发家致富的砝码 对查理来说 她是个舒适的生活 六千法郎的债主 在台格拉桑和克罗旭看来 格朗台城满金币密室的大门 就是她打开的钥匙 小说结尾处 欧野妮为了替她到巴黎 替查理还清债务 把自己许配给了彭峰先生 当她说 你永远都不能向我要婚姻 只能是名义上的丈夫的时候 彭峰跪了下来 接受了这个条件 很显然 这位忠心耿耿的追求者 并不是爱着欧野妮 而是爱着她手中的财产 如果说小说中最痛恨金钱的人 一定是欧野妮 但是 就是这个被金钱拖累的人 却不得不用金钱来实现 她毕生的愿望 这是一部极具讽刺意味的小说 深刻地揭示了 欧野妮在金钱的压迫下 无能为力的悲剧性 巴尔扎克其他作品中的主题 常常与金钱有关 而欧野妮格朗台 则是其中最具批判性的 例如 在《古物陈列室》里 作者描绘了金钱 对传统生活方式的冲击 使贵族阶层瓦解 在高老头的作品中 作者表现了金钱 对年轻人的迷惑 金钱使年轻人 失去了对伦理道德的信任 不同的是 这些作品中的主人公 都认为金钱 是一种追求快乐 和幸福生活的工具 然而 老格朗台却认为 金钱是幸福的源泉 他从来没有体会过 自己是多么的幸福和幸福 在他看来 这个世界上 没有不为钱而存在的东西 不论是藏金币的密室 还是亲生女儿 都是他发财 守财的工具 他的生活是单向的 因为他是为了赚钱而活的 除此之外 再也没有别的幸福了 除了金钱上的损失外 他并没有意识到其他的痛苦 他成了金钱的奴隶 人类创造了钱 却反为金钱所驱使 正是因为欧野尼格朗台 把金钱腐蚀到极致 才使他成为人间喜剧中 最出色的一部 那么 为什么金钱能使人性如此异化呢 因为巴尔扎克 生活在资产阶级原始积累时期 人们对金钱和金钱的狂热追求 认为金钱是推动社会变革的动力 在金钱至上的人眼里 金钱是唯一的原则 除此之外再无信仰与是非之分 金钱凌驾于一切道德之上 撕裂一切美好 金钱是超越人类价值的东西 作家敏锐地捕捉到了人性的扭曲 这本小说至今仍在人们心中 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除了深刻的主题外 欧野尼格朗台充分地展示了 巴尔扎克对细节描写的深厚功力 巴尔扎克文风 朴实 极少使用华丽的词枣和高难词汇 他喜欢在日常生活中 向你讲述故事的进展和环境氛围 比如作者写道 当查理第一次走进他伯父家的卧室时 你仿佛能透过查理的眼睛 看到房间里的破败和寒酸 他写道 楼上的卧室里有一种弧壁纸 像是小酒店里用的那种小花球 壁炉架是粉石砌成的 线条像沟壑 一看就让人不寒而栗 黄椅子上的草垫子上涂了油 看来不止四只脚 床底是敞开的 足以容纳一名亲戚兵 薄薄的地毯上铺着一张油床 纹帐上布满了柱子 摇摇欲坠 他用这种细节来表现人物的性格 比如老格朗台的贪婪 令色和狡猾 除了要用行动说话外 作者对人物形象的描写非常细腻 给人一种心狠手辣的感觉 一张圆脸 乌油油的 脸上还有痘痘 他的下巴很直 嘴唇很薄 牙齿很白 平静的眼睛 就像是要吃人一样 这就是所谓的蛇眼 鼻尖上长着一个肉瘤 上面布满了血丝 一般人都会说 柳树里全是花里胡哨的东西 这些丰富的细节 不仅具有文学价值 而且具有极高的历史价值 巴尔扎克经常在叙述情节时 加入一些历史背景 不但详细到了年月日 甚至连天气情况 都能查得清清楚楚 马克思在评价巴尔扎克时说 他对现实主义有着深刻的理解 我从这里学到的东西 甚至包括经济的细节 都比当时的历史学家 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要多得多 好了 欧野尼格朗台 巴尔扎克为大家介绍到这里 下次再见